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有强势性的这种杀同剂 像我已经DDT DDT很有效 大概在DDT大概就在50年 40年 50年 60年 几乎把这个臭虫几乎是杀得很少了 很少见到了 可是为什么呢 它有抗药性了吧 现在抗药性是有 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 然后我们就毒性小的药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在房子里面很少用喷药 所以这个都是好几种原因 所以这个并且最主要是大家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臭虫了 像我这个年纪可能知道臭虫见过臭虫什么样子的话呢 应该很少吧 很少 尤其这个才二十来十几岁 哪里就没有见过 我第一次知道臭虫应该是近几年的时候 也是在美国听说一个旅行的时候 从别的地方带到了加州 我才知道有臭虫这种东西了又开始 所以我们怎么样区别这个臭虫 或者是我们马上知道我被臭虫咬了或怎么样的 这个臭虫的话你可以看看照片了 那个可能你需要找专家帮你鉴定 臭虫咬你的话你一定有感觉的 一般人都会有反应 反应的话这个是不一样 有的人管是痒 有的人会变肿的很大甚至发炎 这看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一般出来不会那么严重 臭虫它是有带一个真心的口气 它可以就戳入你的身体里面之后呢 它会分泌这个第一个就是让你血液不会凝固 第二呢会让你有麻醉剂 然后它吸引血你都毫无感觉 我听了都觉得 你打针然后要舒服一点 对 这个臭虫问题是它假如数量太多的话会造成很多其他的问题 甚至会有的时候会被人在血液里面缺分 就是unimic的这样子 就是你血液都会不够 这种都会有 但这种是比较 对 这种是大概是那种大错重多了不得了的情况 这是第一件事 你发现之后呢 你确定之后要赶快打电话 给你们当中的蚊虫控制局或者给你的这个卫生局去看情形 然后你要跟他当地的就跟这个 跟这个主人 不管你是负责人要跟他们联络 这要赶快要清除掉 因为等得越久越不好 一般长的话它会慢慢散步的 假如你住在公寓的话 它繁衍的很快吗 它可以相当快 我们讲不到每16天就翻一倍了 虽然它每次吃一只血可以产生到5到10个卵 一只母的可以产到100多只卵 但是它繁殖这样的 这几何技术都增加了 对 它是成倍的往上翻 对不对 对 每16天就可以翻一倍了 所以假如不趕快控制的话 不但会蔓延到 还会蔓延到你邻居那边去 尤其住在公寓的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我记得去年好像有一段时间 说是从纽约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拼命地检查自己的行李 怎么看 怎么抖 所以是不是 我们怎么样避免说从旅行回来把它带回来 好 我先讲两个严重区域 当时不止两个了 纽约跟旧金山是非常严重的地方 当然芝加哥也是 这些的话 我建议的 我个人建议 因为我常常要出差了 我出差的话 我从来都是把我的行李枪 我都是放在一个小凳子上面 一般的话它有个行李架子 我的这个放在的都是不碰墙的 我把东西打开 我把行李枪打开之后 马上就管起来的 这是个方式 然后你假如东西呢 我进来我是不放抽屉的 我通常放到箱子里面 对 然后检查你的这个床 床头 然后把你床单把它掀开 看看这个这个床垫子 夹缝在那里面有没有 你看有虫子 或者有褐色的这个雪姬啊 或者东西 这都表示说有过了 哦 然后你看看电插头啊 还有看看灯啊 这些都会有的 只要有缝的地方都会有 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就特别容易产生这种臭虫 它其实它 各种环境 各种环境都可以 但是它都是躲在缝里面 尤其靠近床的地方 因为这细雪的地方方便 它们都比较靠近床 这个一旦发生的话 赶快要通知 那我还建议一点呢 你只要真正担心的话 去地方你担心的话 带一个大的 比较坚固的 老点的这个 这个garbage bag 就是垃圾袋 大概大一点的 你可以把你的这些行李箱 就放在那里面 然后把它扎起来 数据旅行的话呢 一定要听着这个郑博士的意见 把我们这个行李箱 远离这个墙边大概一点点 而且要用完之后 继续的观赏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麻辣下午茶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BGM 6 5 5 6 6 6 7 6 6 7 6 5 7 by bwd6